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俊耀下午两点 非要不可 好 欢迎来 酒吧新闻谈 你现在说的不是非要不可 是非要不可的 刘俊耀受药药 礼拜三 新闻三条线 雷倩时间 咱们向当时雷倩的位约 你好 谢谢深爱大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久不见咯 是啊 你都跑去哪里呢 听众朋友 过年的时间走了18天 这18天如果是10年以前 还是不可能的 对 比如说台北 上海 北京 然后上海 纽约 华盛顿 上海台北 像这种的行程呢 18天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 10年前绝对不可能的 10年前的话可能要走一个月 对对对对 而且两岸不可能这样走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一趟18天有没有特别的行程 你要到了美国到华盛顿吗 对美国的行程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这次我在美国前前后后待了有将近十天 其中有五天就是前三后二是在纽约 然后中间的五天整整都在华盛顿 有没有见到什么特别的人 对一个是去参加美国国家祈祷早餐会 他其实台湾的朋友 而且以前去参加的人都没有把它搞清楚 他并不是一个早餐会 他是四天三夜的各种活动 那么很多不同的全世界的领袖在那里会面的各种活动 那另外之后在传统基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演讲 是kino speech就是主讲人 那么之后呢他有两个panel各式四个人的这个美方专家 那传统基金会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保守的基金会 所以我也得到了不少从他们中间听到的讯息跟端倪 然后前后两边在当然就是美中台关系 但是这一次呢 他们把日本在跟美国的关系讲的呢 正如我们在节目中讲的一样讲的极为透彻 待会我们可以讲一下 然后前后我就是在纽约跟以前ABC的老同事们 还有以前在纽约工作十年 当时我负责很多的社团嘛 就包括美东华人学术联谊会 他就是国建会的国建联谊会 那些老朋友们见了面很开心 那你跟这老朋友见了面 他知不知道我们要做国际新闻 他们都担心的是台湾就是忽然之间 极为边缘而且连声音都没有 真的极为边缘是因为我们自己 连眼睛也不打开耳朵也不打开 就人家在做什么的我们都不管了 我们的媒体人其实要负文大责任 其实你这几天看报纸上 我觉得听众朋友一定有看到李明博的这个 这个最后的Failwell Speech 是 临别演说他就说 他说韩国再也不是一个边缘的国家 是 就上一次选举的时候有一个叫Kumo Kumo也是我们这次在国家祈祷早餐会见到的朋友 我大概每次都会见到他 Kumo他在选总统的时候他就说 我们韩国要做21世纪的Premium Country Premium在股价上叫溢价嘛 就是那种特别好有高溢价的国家 那Premium当然也有就是特好 特级国家 他说19世纪的特级国家是英国 20世纪的特级国家是美国 21世纪是我们韩国人的特级国家的时代 我觉得大家不要说大陆那么大 因为你不能跟14亿人口的量能去对比 可是台湾借着中国大陆的市场 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也看得更大一些 因为我们有很直接可以进入这个14亿市场的最好的一个管道 那么一个6000万人口左右的韩国可以说它是特级国家 那台湾至少可以做优籍国家吧 是 我们总不能老是去做丙级国家 有有我们现在已经换了新的隔壁 要变成幸福国家了 对对对 希望是幸福的国家 希望是有感的 不是那种嘴巴讲的 嘴巴讲的大家已经现在已经非常的觉得很无感 所以今年看看 弯江一化的身段也很软 也要去拜访在业党 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都说是江一化的身段软 可是大家想想陈冲那么笨吗 陈冲为什么不软呢 一定是马英九让江一化可以做这件事 陈冲我认识他非常多年 他在商场上的时候身段也是极软的 你觉得他为什么那么用力的跟在那里 一定是没有得到授权 说是江一化软跟说陈冲不软 不如说是马英九那时候硬现在软 现在变软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格魁就是总统一人所选择 他并不是人民选择的 你知道我们常常讲总统制 美国的总统制 你去看他最近不是那个国防部长要接受听证吗 他每一个任命的格员 都是国会代表人民去实质审查的 就算总统制的国家 他不能说我爱选谁选谁 他选的人要到国会去 接受国会代表人民的监督 可是我们的虽然不叫做总统制 因为大家还在讲说什么双手掌 侮辱东西是 我们不叫总统制 可是我们所有选择的这些格员跟格魁 没有一个在总统决定之后 需要到立法院 由立法院代表人民来审查 通通不需要 所以那个抑制政策是这样贯彻下去 直接贯彻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样讲 我们就听懂 不是沉冲太硬 也不是姜月威画腰杆很软 是马英九的政策 他正在改变了 OK 不过今天呢 今天的这个我们看到 王雪红登上了我们的媒体的头条的摆面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新姬黄啊 姬后就算了姬黄 皇帝出现了 HTC HTC-1 结果呢 全国 全世界他这一次是同步的去做 规模非常的大 这是第一次 而且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你会看到最好的一个大campaign 那我前段日子就是听朋友讲 那就孤影其名 他说原来在HTC的全球策略里头呢 各个地方是各行其事的 美国欧洲其他的市场跟亚洲呢 是各自去做他的品牌策略 行销策略 全部是各自做 那么可是你看长期下来 你不但没有说像iPhone啊 苹果那种夹着超高人气 跟超高科技的领先 你连三星这种从文创艺术 一路完全整合的那种置入行销呢 都没有做到 这一次是HTC第一次把他的全球的行销跟品牌 交给了澳美公司 那澳美是由台湾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一点是说 是由台湾的澳美做整合体 然后从全世界呢 调来他们最重要的高手 领尖高手来联合作战 所以说你在全球你会看到 HTC会有一个全球的策略 而且他的全球的策略呢 有品牌策略 行销策略 以及最后的通路策略 他都会把它连在一起 这个到了 我觉得制造业转型啊 到了最后去做终端产品 以及到未来他去做服务的时候 这一关如果能够跨得过去的话 他不但是一个机皇而已 他真的是可以成为故皇了 哦 是的吗 但这一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 以前Acer就是在这一关没有跨过去 就是在国际的整合上面 他在品牌行销跟通路这三个整合上面 他受到了西方所主导的那个市场所拦阻 那这一次呢 HTC的机会比Acer当年好很多 因为你还有一个不拦阻你的中国大陆市场 对啊 因为Acer当初的他们的目标市场 欧美全部被拦阻 是不是 在通路的地方就全部被拦阻 虽然你看大家记得Acer以前做Aspire啊这些东西 他做了很多的品牌都还做得蛮漂亮 可是他品牌做完以后他进不去通路 进不去通路的话消费者就碰不到他 所以说这次我们的这个宏达电啊 其实他今天这样子做国际化的这样子整合的时候 因为中国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的一个 而且是对台湾开放的 是不是 那所以说对于我们来 对于当然 欧磊当然很多人说 他到底是台湾机还是中国机 还是什么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是在中国制造的嘛 之类的 这个将来大家认HTC 还是认一个台湾牌子 是不是 因为他还是一个台湾人在主导的一个品牌 而且我刚才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呢 简直是有一种孔中症 因为你买iPhone的时候 你不在乎他在中国制造 为什么HTC你在乎他在中国制造 是是是 这个东西呢 孔中症呢 就不要呢 这个无限上纲 对不对 不要拿来害自己 不过这一次的 这一次澳美的这样子的一个 做全世界 因为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大的阵仗 以前都是散在各地的 它的没有全球一致的品牌策略 那这一次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我很高兴的就是 因为尤其是Ason的例子 他当初为了进入欧美 他一定要完全要脱胎换骨 改头换面 用日本人的话叫做 要脱亚入欧 他看起来不是一个亚洲牌子 他要进入一个欧美的牌子 他希望变成白皮 蓝骨 黄骨 对对对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困难 他必须要去越过 那现在的HTC呢 它不需要 它可以是 proudly made in Asia 侧头侧尾的 务伍的 他可以是一个很让人家觉得骄傲的美国牌 就是亚洲牌子 而且在它之前呢 三星已经是一个 让人家骄傲的亚洲牌子了 是 LG是一個讓人驕傲的亞洲牌子,我們更不要講更久以前的像Toyota啦,Honda啦,Lexus這些都是讓人驕傲的亞洲牌子,那三星做完了以後,HTC真的是一個生死之戰了,它再不脫胎換骨,它再不能夠進入全球上面跟他們更接近的位置的話,它就會被遠遠拋到第三,那我不記得在你節目中有沒有講過,我常常說在競爭的場上, 第一呢,是有名有利可圖,第二名呢,是沒有什麼光榮的,第三名呢,第二名是沒有什麼利潤的啦,就是你一定要去跟人家用消價競爭,你第三名呢,是沒有什麼光榮的,因為你連生存都沒辦法生存了,所以現在的HTC它才有一個機會可以一搏,你要給它拼到一個近似於三星的位置,如果這次沒有轉過去的話,對於HTC也很危險。 不過HTC是這樣,因為我還就是,是不是年前啦,還是過年期間,顏凱代不是講了一句話嗎? 就是罵那些沒有用HTC的人,說過愛國。 不只啦,它用更強烈的字眼,引發了很多人的這種批評啊。 你覺得這個,你的看法怎麼樣?就是說,今天HTC是台灣的品牌的話,我們國人應該都要買HTC嗎?還是就是說,在這個使用上面,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考量自己的一個品牌的需求。 如果說,我今天沒有買HTC,我就是不愛國嗎?可以這樣看嗎? 我覺得HTC應該有一個志氣,就是它要做到讓國人都可以很驕傲的用HTC。 哎呀! 因為韓國人就是都很驕傲的用三星。 它不是因為說我是三星,是我們韓國的牌子它就用喔。 它是很驕傲的用。 所以HTC要有這個志氣。 然後美國人也很驕傲的用iPhone啊。 美國人非常驕傲的用iPhone。 當初加拿大人用BlackBerry,然後美國人開始用BlackBerry的時候也很驕傲,是我們北美的科技嘛。 因為啦,不是,有時候在朋友的時候啊,聚會的時候,那曾經我有一個朋友,他拿HTC出來嗎? 已經不只一個啦,他們就說,我最討厭喔,我最討厭那些不用國貨的人。 就講了這些這樣的。 可是我,因為我這個人其實在私領域的那個啊,我不喜歡跟人家爭辯。 我非常討厭跟人家爭辯,我也不喜歡這邊。 但是我覺得那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像手機這樣的東西啊,你今天,我覺得你剛剛講那個,就是我心裡面想講的話。 你讓我們可以很驕傲的去用的時候,我就覺得你就太棒了。 但是問題是,你知道我的有一些朋友,為什麼他去用? 就某一位名嘴,他用到把他摔爛了,然後去換別的牌子。 為什麼咧?他說他會突然間自動開機,突然間自動關機。 當然這一點,他說晚上睡到半夜的時候,他說他還被嚇醒過。 好像跪來了,明明是關機因為什麼,他不想接電話,晚上好好睡一覺。 就自動開機,馬上嚇醒了。我的意思是說,像這樣的問題,當然這是HTG他去解決的問題。 不過又說,你今天很多在選擇上面,我覺得我們台灣人喔,要國際觀一點。 難道你今天,你搭的捷運是台灣自己做的嗎? 車廂是自己,連系統都是別人的。 很多東西,你就是因為別人做的好,你在選擇品牌,你的使用,你的身邊所要使用,不管是3C產品或什麼。 你今天,難道你穿的衣服,通通是台灣製的嗎? 你沒有買到一件美國製的嗎?我覺得這樣太狹隘。 如果你去再選擇品牌的時候,然後就去發這樣的議論, 你不用國貨,你就是不愛國,我心裡面會嘲笑你。我會認為說,你這樣子的講法呢,你今天要做到你非常好。 讓大家覺得說,沒有用你,真的是,這麼好的自己做的東西,你還不用。 而且如果說你做到,讓大家很驕傲,你每個人在用HTC的時候,跟他的外國朋友說,你看看我這手機多棒多棒。 你就除了你本身的那種大的,剛剛講澳美幫他整合的全球行銷,你還多了一個口碑行銷。 這是韓國人做的很成功的一點,我們必須要看到,而且我們剛剛其實講的是一個很大的道理喔。 經濟的保護主義,只會弱化本土被保護的產業。 所有的保護產業,保護主義都會造成這個結果,因為他變成說,他有一個被他自己壟斷的一個消費市場了。 他就算做的不好,大家也會原諒他了。 那這怎麼會是一件正確的事呢? 這個就像父母親在溺愛小孩一樣。 經濟保護主義就是溺愛。 就是溺愛嘛,你溺愛你的小孩,你讓你的小孩呢,因為什麼? 我那天聽到我大嫂講了一句叫做,挫折容忍力。 小孩子的挫折容忍力。 我的大嫂是某一家蠻有知名學校的校長。 然後呢,他說他們現在,他們正在積極的努力的去培養小孩子的,就現在的這一代的小孩子,能夠有那種挫折容忍力。忍受度之類的。 就是說,他要讓他自己去遭受挫折,去碰到挫折。 他要去適應,然後去對抗,去給自己的一種力量。 你不是什麼東西父母親都站在前面把他擋住。 啊,這個挫折不可以來傷害我小孩子。 啊,我小孩子不能挫折啊,他不能跌倒啊,不能怎樣。 那你這個小孩子,以後你出去到真實的社會裡面的時候,你怎麼跟人家拼搏。 對不對,所以說。 我很贊成你的講法喔。 但是我剛剛前面講說是對一般老百姓,有一些人倒是可以去鼓勵HTC的。 政府官員啊。 你拿公堂買的手機。 是。 這些當然是納稅人的錢可以用來幫助本土產業,可以往上再飛升一擊。 啊,這我完全贊成。 這些是可以的。 是。 對不對,因為你本來就是納稅人的錢嘛。 對。 納稅人當然希望說藉著你的這樣的購買呢,能夠刺激我們本土的產業,它有更好的發展。 當然,當然,這個東西是一定要,包括我們那時候我們自己用的車子有沒有。 我們你編配的喔,就是編製的我們給公務人員使用的這些交通工具。 我覺得當然你要去鼓勵用我們的國產車。 因為這是納稅人的錢嘛。 對。 它沒有什麼個人、私人選擇性的問題。 對。 所以你寧可看到你的官員去開一部玉龍的Luxian, 還是你希望他們去開一部國外的Lexus。 是。 都是L開頭的。 對。 你當然是希望他去開這個Luxian的過程中間呢,創造了Luxian在國內嘗試的市場。 然後增加他把所有的事情,把他的Kings都Iron out。 是。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以後,他的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嘛。 對。 所以我在看HTC,其實就要說實在啦。 我們全國的民眾都是HTC的遺食父母。 你就是他的父母親。 你今天如果你要讓他有那種叫挫折容忍力的訓練的話, 你就要讓他去跟國際的對手去打。 對。 然後你要毫不容情的對待他。 不能什麼事情都溺愛他。 對。 你溺愛他的話,他就沒有那個挫折的容忍力了。 他會越來越weak。 越來越虛弱。 他也不曉得應該怎麼去跟他打。 不過現在很好,你今天既然能夠咧。 這麼大的陣仗,在國際上面做這個整個的行銷。 我們就看著辦。 對不對。 好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 當然我們這個手上的手機用爛了。 在選擇的時候,你讓我想到HTC,現在是最棒的。 不用他呢。 覺得反而真是。 太可惜了。 對不對。 這個才是對的。 這個廣告。 廣告之後呢。 呃。 六位元。 2月8號呢。 有在美國的這一趟的。 的這個。 跟一些重要的人士見面。 聽到了很多跟我們東海呢。 有關的這樣的一個情勢啊。 這些消息呢。 哇。 第一手的報導。 待會兒呢。 告訴你。 進廣告。 好。我們9號新聞台,我是劉俊耀。 瘦耀。 新聞三條線雷倩時間。 咱們向大師雷倩六位元。 雷倩你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那個咱們呢。 你2月8號在。 傳統基金會。 華盛頓。 OK。 華盛頓呢。 那你見到了很多的人。 那我們今天其實也看到了。 你們在那邊所談到的跟東海的一個情勢。 今天呢。 我們看到報紙上面呢。 看到中國的海監船。 海上監測的這樣的船隻呢。 呃。 是有史以來。 第一次。 這麼這麼這麼靠近釣魚島。 只有一公里。 嗯。 那可是呢。 我想很多人都看不懂啊。 這距離一公里跟距離三公里跟距離一百公里。 這有什麼差別呢。 距離一公里是代表什麼。 它又沒有傷到釣魚島。 釣魚島上面。 所以距離一公里是什麼意思。 這還是很重要。 我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這國際。 尤其對海洋的規範呢。 是一直在拉長的。 最開頭的時候。 你在你的陸地上呢。 你搬一條叫那個領海基線。 在這個基線呢。 你最開頭是往外延伸三公里。 所以通常國家的領海都是三公里。 後來我們延伸到十二。 三海里了。 那在十二到二十四呢。 叫領海連接區。 二十四海里以外才是公海。 現在是一般是這樣算。 然後我們在節目中也介紹過專屬經濟區。 就是在海島。 你拿那個海島做個原心的話。 你畫的那個專屬經濟區呢。 是兩百海里。 所以從兩百海里到二十四海里到十二海里到三海里。 是越來越絕對的主權概念。 越往外延伸呢。 越是海洋權利的概念。 那海洋權利呢。 設計的時候它有重疊。 所以可以有資源共享啊。 共同開發啊。 大家做緩衝區啊。 做這些的安排。 可是越靠近它的陸地的這個主權概念的時候。 主權都是排它的。 每一個地方的主權都是只有我有。 不可能是跟別人共享的啊。 所以這次所進的呢。 是距離掉了一到一公里啊。 它就遠遠的在三海里的這個主權概念之內。 所以它是進入。 因為前段日子所走的都是在差不多十二海里左右啊。 就是在三到十二中間。 是比較。 比較寬泛的主權概念。 也是進入了三海里以後是一個絕對的主權概念了。 所以中國大陸雖然沒有上釣魚島。 它在運用它的軍事跟警察的船艦。 在行使它的主權。 這件事情無庸置疑。 好。 而且呢。 這是呢。 從去年九月呢。 日本啊。 它宣布釣魚島呢。 購島國有化。 是國有化的喔。 以來。 好。 到現在。 到這個。 這一則新聞發布的時候呢。 是第二十七次。 也就是說呢。 二十七次。 從去年九月。 十、十一、十二、現在一月。 四個月。 四、五個月當中。 它已經是去。 它就常態化。 對。把它常態化。 常態化。 我就經常來。 經常來。 讓你覺得說。 這好像是。 已經變成。 變成很自然的事情。 也不是。 它。 中國大陸有一個困境啊。 我常常講。 為什麼兩岸如果分則兩害。 何則兩立。 但是這一次。 尤其是在海洋事務上。 但是馬英九先生已經說了。 我們絕對不跟中國大陸聯合保調。 這跟我二月八號在華盛頓聽的有關係。 待會告訴大家。 這一次呢。 它做的事情是這樣。 中國大陸在去年。 2012年才搬了一個領海基線。 之前它尊重中華民國。 所以它沒有搬這個地方的領海基線。 好。 你在2012年要把一塊地方。 它又不是一個五祖島遠。 又不是一個荒郊野外。 你要把它認為是你自己的領海。 你要得到周邊所有國家的認可嘛。 不然的話大家通通不認。 怎麼可能說今天我去搬日本領海基線。 日本就是我的嗎。 不可能這樣幹。 好。 在2012年它搬的領海基線。 它搬完了以後。 它本來最大的風險就是全世界說我通通不認可你。 接著它就做了幾個很小的東西。 譬如說它印海圖啊。 把海圖送到聯合國去啊。 然後它開始去做這些不斷的巡益。 它巡益做多了。 嗯。 每一次巡益都沒有人去阻止。 嗯。 漸漸的它就把它這個領海基線就做實了。 本來是一個虛的事。 好。 就好像說今天俊耀有一個家。 然後他說這是他的家。 嗯。 可是每天我都進去隨便吃飯啊。 睡覺啊。 然後我一去二去三去四去。 它從來都不阻止我。 對。 那這個家它的主權就逐漸的就被剝離了。 哦。 所以中國大陸它在用一些低衝突的方式。 非常有效的去建立一個它在這個地區的華語權。 嗯。 哦。 诶。 那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這樣的話跟你今天二月八號在華盛頓聽到了。 你說這個。 這個事情跟那個聽到了是match的嗎? 完全相關。 嗯。 我首先說二月八號這個環境呢。 是傳統基金會它辦的一個叫做 Shoring Up U.S. Taiwan Relations。 就是美國跟台灣美台關係。 那麼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去上www以後點heritage。 就是傳統嘛。 H-E-R-I-T-A-G-E。 八個字母。 點org。 因為它是一個組織。 點org以後你進去它有一個東西。 叫做events。 就是活動。 E-V-E-N-T-S。 你點到events以後呢。 它就有一大系列。 你點到二月八號。 你可以看到那天所有人的講話。 嗯嗯。 所以待會我講的話。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查原文。 嗯嗯。 好我先想講結論。 美方的非常強硬的立場的這些人。 好就是他不是全部的美國人。 他是比較強硬立場的這些人。 他的積極主張就是第一。 台灣現在的困境呢。 都是中國造成的。 所以雖然你們兩岸中間有很多的和平發展的談話。 不要忘記台灣現在在國際外交等等的困境呢。 都是中國造成的。 接著。 薛瑞福他非常明確的說。 而且這是第一次我聽到他這麼強硬的說。 報紙的媒體。 記者也寫了。 他說。 他說。 我們重複的。 反覆重生。 在間隔諸島上面。 We take no position。 我們不選邊站。 But we are not neutral。 我們並不中立。 我們雖然不選邊站。 但是我們絕不中立。 他說這個東西呢。 希拉蕊也講過。 阿米塔吉。 就是以前的前國務次卿。 阿米塔吉。 在東京也講過。 這是第一個。 他們絕不中立。 第二呢。 在討論上。 美國跟台灣的什麼有夥伴關係。 就很多人去propose這個事情。 他說。 你們不要忘了。 日本是我們更堅強的盟方。 Stronger ally。 好。 所以你把這三個事情鬥在一起。 就是。 然後第四件事。 Long term。 美國跟中國一定會持續在一個 competition。 就是它就算不是一個敵對關係。 它絕對的長期的一個競爭關係。 所以你把這些兜起來呢。 就跟我在軍藥節目中常常講的。 你從大戰略來說。 一個國家的大戰略。 一定有一個假想敵。 那這個假想敵在亞太地區。 很明顯的是中國。 那日本呢。 很明顯是盟邦。 所以。 We take no position, but we are not neutral. 我們並不選邊站。 但我們不是中立的。 然後另外的一位專家他特別講。 他說美國現在的國家策略就是pivot to Asia。 大家都知道重返亞洲。 重返亞洲中間最重要的是海洋策略。 本來已經定了要把百分。 本來是百分之五十的船艦是在亞洲地區。 他們已經定了要把它從百分之五十的往上拉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將來你可以看到美國的全世界的最重要的武力中間。 百分之六十會在亞太地區。 這是對台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列強真的開始有一種可能的類軍事狀況的時候。 會在哪裡?一定在我們頭上吧。 一定是在釣魚台這附近。 他會離日本的本州四國九州北海島很遠。 他會在我們門口。 就是在我們門口。 這是很重要。 在我們門口丟汽油彈幹嘛的。 這還得了呢。 所以台灣。 好這是剛剛講的是說是百分之六十的海洋武力。 將來是要放在亞洲來的。 然後呢。 他們也說東海和平倡議。 在華盛頓根本沒有人聽。 甚至也有很多人覺得很好笑。 放在桌子裡面。 他們很誠實地告訴你們。 然後他說這是你們台灣要負點責任。 他說你們不能說完了以後什麼都不做。 那馬英九嘛。 這不是台灣是馬英九。 你們說了這個事情。 因為有人問說我們覺得我們做了東海和平倡議。 可是在華盛頓沒有得到反響。 他說我誠實告訴你很多人根本沒有看中這件事情。 甚至就放在桌子上面。 真的啊。 桌邊就根本看也不看了。 因為你們自己本身也沒有進到繼續去推動這個東海和平倡議的這個agenda的這個責任。 我覺得他這話講得非常的好。 如果你真的覺得東海的和平很重要。 那你要很積極主張要具體去倡議嘛。 要去做一些什麼東西嘛。 要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反而民間做的比較多咧。 民間做的反而比較多。 是不是。 然後第四呢。 這是也是薛瑞福講的。 他話講得非常的重喔。 嗯。 他說。 你們台灣不要去。 這是第五了。 他說台灣不要去添亂子。 嗯。 因為他說東海這個地方的timeline已經太短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開火拳都已經下放到直接傳箭了。 嗯。 他說所以沒有誤判的空間。 嗯。 所以你們不要去添亂子。 嗯。 那不添亂子接著他就很嚴厲的警告台灣。 他說你們不要連那個appearance of colluding with China都不可以有。 我翻譯一下喔。 就是colluding with China。 就是colluding with China用的很難聽了。 就是跟中共合謀。 他說你們連看起來在跟中共合謀的這個樣子都不可以有。 嗯。 就不要看起來你復古相應、弱和復結。 嗯。 你要知道前面後面的這個context就是中國長期會跟他競爭的。 日本是他們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邦。 台灣呢不要去添亂子。 你不要看起來在跟中共合謀。 嗯。 不可以有appearance of colluding with China。 嗯。 同時另外一位專家叫Ding Chen他就特別講。 他覺得中國大陸現在在發展的武器中間很值得讓他們憂慮。 不光是傳統的二炮。 他們最值得憂慮的部分呢包括了。 他說他們可能會在發展的隱形的戰機。 是。 他認為在這個遼寧號上面有經常的起架。 起降已經是非常值得憂慮。 因為別人你知道一般的軍事專家說你看一個停在那裡的航母啊。 嗯。 你的飛機起降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就軍事專家來看。 他們本來認為他很久以後才有在遼寧號起降的能力。 嗯。 已經可以經常起降了。 第三他認為他的網軍。 那今天報上也開始在放消息。 對。 他認為他的網軍跟他的電子戰的能力遠遠超過美國可以想像。 哎呦。 所以在這些地方他們已經逐漸的把中國大陸呢化成了一個可能的敵人以外化成一個軍事的巨人。 是。 那如果你的敵人越龐大。 那當然就造成你在國內需要有建軍、備軍。 甚至把軍事武力拆到亞洲來的需要。 嗯嗯嗯。 OK。 好,我們繼續廣告。廣告之後來繼續跟雷千來聊。 好,回到98新聞台,我是劉俊耀,瘦耀耀,雷千六元在我們現場。 雷俊耀,你好。 謝謝瘦耀耀。 我要再追問一下齁。 就是說,你去聽到的薛瑞福他們這些人講的話,這傳統基金會。 他是代表官方說法嗎?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代表性怎麼樣? 就是說,他是一大撮人的意見,還是說一小撮人的意見? 我覺得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那天的主要講話的人裡面,比較重要的,大家熟悉的一個就是Randy Shriver。 另外一個就是Yates。 Yates是Dick Cheney的外交顧問。 他們都是長期國務院的老手,就是他們所謂的亞太老手。 或者有人叫他China Hands,中國老手。 那麼他們是長期在國務院裡面,跟這個國務院的長期的幕僚中間有一派他們自己的說法。 那薛瑞福他現在也是2049基金會的頭。 那麼Yates呢,繼續在做很多關於政策的consultancy。 他是一個華盛頓比較重要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的類比就是說,他們是屬於美國比較保守的這些人。 其實我們在國外有很多那種很保守的人,他們是很愛台灣的。 可是他們愛的台灣呢,還是存在過去跟中國大陸是在極端對抗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們愛台灣時常就順便恨中國了。 那薛瑞福跟Yates兩個人都很年輕,四十幾歲五十幾歲,所以他們在華盛頓的時間還會很長。 他們代表了這一派的保守勢力。 那這個保守勢力,一邊是在美國全球的地緣政治上面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 同時呢,美國現在碰到大家都記得財政懸崖中間要不要消減軍費。 所以也會利用亞太的緊張情勢呢,去堅決的主張美國不該再消減軍費。 所以他會跟軍工混合體的經濟利益也會連在一起。 所以他還是代表了一個相當大的派系。 雖然我認為他不能百分之百的代表歐巴馬要做什麼。 就像我們剛剛說什麼台灣做的事情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是馬英九要做什麼一樣。 在美國他們不能百分之百代表歐巴馬要做什麼。 但是他們講的很多的話,包括現在正在執行的就是轉回亞洲的策略。 都是歐巴馬的第一任從希拉蕊一直到現任的國務卿都仍舊在執行的美國的國家政策。 所以說他們在這個美國國家政策的這個大旗底下所說的話呢, 雖然是我超乎我所想像的強硬,可是那條路線是對的。 就是美國的這條路線應該是一致的。 可是我不曉得聽眾朋友會不會跟我的看法呢,有一點類似的。 然後我就說,那我們跟台灣跟中國要怎麼樣,我們兩個是兄弟,兄弟要和好的。 他就說你別忘了,都是中國讓你不能進入國際社會喔。 你不是在挑玻璃劍嗎?在我聽起來啊,我在我聽起來會覺得很刺的。 就是說,比方說我跟我哥哥,我們兩個就是要準備要和好了。 因為什麼?我們想前嫌盡盡視啦。 以後好好一起做生意。 可是你現在來跟我這個講說,來搖耳朵說,欸你小心喔,你哥哥以前就是害你現在你看,你其他生意都做不了。 對對對,然後他現在跟你講說,你可以跟你哥哥一起做生意。 可是呢,你其他地方還是要防止他點。 其他的地方,包括你的這個國家安全啦,區域和平,你還是要跟著我們美國跟日本這一派。 美國的有一部電影,非常有名叫《教父》。 教父啊,他爸爸要臨終前告訴他兒子最重要的一句話。 誰來安排你跟誰見面,那個人就是要害你的人。 也就是說呢,翻譯成為中文,就叫做什麼,來到是非是便是是非人。 我覺得美國這個保守派,我對他好像沒有什麼好感。 可是保守派講的這些話喔,在最近呢,有得到了中華民國政府的三個官方跟正式的回應。 第一個是金普通去華盛頓,他就說我們不會跟中國大陸聯合保調。 然後在二月初的時候,他又再講了一遍,我們絕對不跟中國大陸聯合保調。 然後在這個前幾天呢,馬英九先生又正式的說了,因為三個理由,基於三個理由,我們絕對不跟中國大陸聯合保調。 所以你看他,他在當場聽起來非常刺耳的說,你們絕對不要看起來,連看起來跟中共同謀都不可以。 不要有appearance of colluding with China,我們的政府用駐美大使,就是代表啦。 用駐美大使兩度回應,總統用總統的高度第三度回應。 是,那所以說還是有威力的喔,他們講的這些話,他們還是聽進去的。 所以不光是說他們代表自己,他們代表的這個美方立場,至少中華民國政府認為這就是美方立場。 因為我們再會贏。 OK,好,今天非常可以的留言到我們現場,謝謝。 謝謝。 謝謝。